大家好,我是這本繪本的文字作者蔡銘遠 圖畫繪者黃吉佳因為有事無法前來 所以就由我來跟各位介紹這本繪本 這本繪本分色歸它是以製作糕餅的模具 也就是裹模 這種台灣傳統物件為題材而寫成的一個故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就是所謂的果模 那這種果模它是專門用來製作糕餅櫃的 那這種果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都是以烏龜的圖案為主 可是不一樣的果模上面的烏龜它會有不一樣的樣態 比如說像其他果模上面的烏龜 所以可能它不會像這個果模一樣有獅子腳或是有尾巴等等 那這個就是昂骨粿 這個昂骨粿裡面包的是紅豆 也可以包花生或是包芝麻 昂骨粿也可以做成鹹的 鹹的話可能裡面包的就是蘿蔔絲或是酸菜等等 當初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腦海裡其實很直接的就是想起了喜歡吃昂骨粿的父親的形象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以前每次掃墓碗回到家 父親第一件事情就是迫不及待的拿出祭拜用 可是有一點冷掉的昂骨粿起來吃 那在那個時候是不太會去注意這樣子的事情 可是在他離世之後的每次掃墓 我都會想起那個時候他靜靜有味吃著昂骨粿的模樣 那這個故事呢 他寫的是一位由祖父 趙父長大的小朋友阿海 他想要追尋 他想要知道自己的父親在哪裡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基本上由我個人情感的投射 那不過如果進一步去談的話 這本繪本他主要是想要和讀者分享關於勇氣與希望這樣子的議題 那當初齊佳他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有一種非常熟悉的親切感 所以呢 他刻意在每一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用黃色底色的畫質來呈現 因為他希望說可以呈現出一種溫暖浮視的感覺 另外齊佳也說 他因為小時候是在外國家長大的 他也覺得這個故事的時空背景 和他外國家的場景非常的相似 所以呢 繪本當中的一些圖畫裡面的場景或是東西 他都是直接取材至外國家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房間裡面 這個小男孩阿海他身上所蓋的 這個非常具有台灣味道 由大紅花布所做成的後面背 那或者是這個房間裡面的白色 比如說像是窗戶啦 或者是窗簾上的花紋啦等等 那另外像是 可以看一下這邊 庭院裡面的鳳梨或者是庭院周遭的花花草草都是 那另外呢 齊佳他還在繪本裡面 特別為這位小男孩阿海設計的一些非常具有巧思的畫面 比如說 因為他看完這個故事 他會覺得這個小男孩阿海 他是被 噴射龜所保護的 所以呢 他希望在畫面裡面 他都可以呈現出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 有很多小隻的噴射龜在天上飛 然後他們都圍繞在阿海的身邊 他希望這個阿海他是可以被陪伴的 然後他不是孤單的 那他也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可以讓整體的氣氛變得比較活潑